随着新能源车型的火爆,比亚迪的成功逆袭,越来越多的品牌都开始开发新能源汽车,特别是差点是混合动力车型 很多有实力的品牌所造出的新能源汽车都备受认可,特别是国产品牌 而我们今天要求的领克08新能源车型,它是属于吉利旗下的,而且还是一款中型ICUV,整体实力要比比亚迪送plus更高 毕竟单从外观方面来看,这款吉利领克08新能源车型确实是非常上档次的,前脸部分大体结构 采用了吉利领克传统式的家族设计风格,但是它并没有采用中控网,是比较典型的电气风格 采用的破晓之光日行灯,看着也是很独特的,而且整体大灯,设计也比较另类 其中还包含了32颗LED灯泡,采用的是矩阵式大灯,看起来更有逼格感 而且还配备了呼吸凳带,在使用时动态效果非常不错,整体前脸很大气,很具有品质感,高档感 而且从侧面来看,比较突出的地方有三点,第一个是隐私玻璃,增加了闭格感 只不过它的低柱设计并没有直接让整个车顶悬空,如果能够做到悬空,那么整体闭格感会更高一些 但即使这样,采用的隐私玻璃也是让这款车提高了很多档次 第二点是它的后视镜,使用了一体式的无框风格,和它的一字板融为一体 第三点是它的龙固设计,采用的是五三角式设计风格 在静态下看起来很有逼格感,而在动态下看起来更帅 另外在尾部方面,这款设计采用了贯穿式大灯 而且还有点状的灯带,整体效果很不错 再加上它的尾部设计风格也很独特,就像一个扩散器一样 大气感一下子就出来了,而且整体尾部看着也比较圆润 在外观方面,吉利领克尔08新轮延车型,是一款非常成功的车型 而且实际空间也不小,毕竟是中型SUV,轴距长达了2米848 都采用了包裹式的座椅设计风格,运动感很强,包裹性也很强 而且就连头枕设计也非常另类,不仅采用了一体式设计,还进行了打孔处理 前排的座椅乘坐感觉非常不错,虽说两边座椅并没有采用一体式头枕设计风格 也没有进行打孔处理,但是包裹感和舒适度依旧不小 它的后排中央扶手既可以休息也很美观 因为直接将座椅头枕和中央扶手连在了一起 并且后排底部凸起部分也比较小,增加了一定的空间宽敞度和舒适性 并且中控内饰设计也是相当了得,整体包围感特别强烈 内饰氛围灯环绕整个前排,让前排司机和乘客很好的融入其中 而且整体内饰设计也很有层次感,用料也很良心,豪华感也非常充足 配备了12.3英寸的液晶仪表盘,以及15.4英寸的中控大屏 还有92英寸的AR功能,显得逼格很高 只不过这款招型,车机系统并没有运用高通小龙的,而是采用的魅族车机系统 不过整体运行也是比较流畅的,无论是语音识别还是触摸操控都比较灵敏 再加上这款招型,动力也很强劲 全系都是拆战士混合动力版本的,配备1.5T沃轮增压发动机 单电机版本,马力高达218匹,百公里加速大概需要7秒左右 而双电机版本,马力则高达430,百公里加速只需要4.6秒左右 并且在油耗方面,无论是单电机驱动还是双电机驱动都是很省油的 普遍油耗都能够低至1.2升左右 在亏电状态下,油耗也都能够低至6升左右 实力不可小觑 而且这款招型在2023年9月份才刚刚上市 但是销量却非常火爆,翻倍上涨 10月份销量高达4017辆 而在10月份销量直接涨了一半,高达8038辆 销量数据确实比较理想 上市就成爆款,而且价格也不贵 入门级仅需要20万出头 顶配超型也才28万多 难道不比比亚迪宋Plus DMI划算吗? 全系还都标配前后注册雷达 360度全景影像 540度透明底盘影像 以及8个超声波雷达 3个毫米波雷达 还有全系全速自适用巡航等等 功能很齐全,入门极高配 怪不得如此火爆 对此,大家如何看待这款吉利领克08心理丸车型呢?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